公元1126年秋 金国大聚入侵 一举功课 北宋的都城开封 铁蹄践踏中原 战火纷飞 山河破碎 民不聊生 人神共怨 次年四月 宋徽宗亲宗二帝 被惊人掳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金康之词 五月 徽宗九子康王赵构 在南京 经河南商丘市成帝 后定都临安 进浙江杭州市 一丈半壁江山 苟延残喘 视为南宋王朝 金人屡屡辉歌南下 一途吞灭南宋 一统中国 昏君懦弱腐败 奸命陷害中凉 在这内忧外患民族威王之际 岳飞 韩世忠等民族英雄 率部浴血奋战 保卫河山 气吞天地 在中华民族抗击外寇的历史篇章上 留下了可歌可泣的遗言 汉为人知的事 不少武林之事 江湖豪杰 也在这夜历史中 写下了重重的异弊 公元一一三件年 金国宰相踏懒被刺 我们的故事 就从这时开始 中华民族抗击外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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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